Hello,大家好,我是Kevin Hello,大家好,我是CC 今天我们穿的是情侣装 但是我这个褪色比较厉害了 这个衣服我们买了有五年了 我们第一次到华欣来 在华欣夜市买的这个T恤 六年了 差不多六年 夜市上的东西质量也是不错的 在这六年之间 我已经穿破了好多这种T恤了 但是这个夜市上的地摊货 依然还能这么坚挺 至少它没有破 有一些这种都是破洞了 好,进入主题吧 OK,今天我们来说说泰国的出租车 我们并不是要去诟病泰国的出租车 而是泰国的出租车协会 最近发了六点倡议 你知道泰国的这个出租车协会 它不是一个官方的组织 它是一个民间的组织 这个协会里面 基本上都是出租车的从业者 他们组成了这么一个 算是一个社会组织吧 他们就提了这六点倡议 发出来之后被这个游客也好 包括泰国的人也好是骂的是狗血喷头 在看这个倡议之前呢 我们先说说泰国的出租车 其实我们在泰国对出租车的使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 就是我们从住在这里开始 因为我们毕竟在泰国交通是一大问题嘛 你首先要考虑好了怎么样解决这个交通问题 但是我们过去是以游客的身份到泰国来的时候 确实是经常跟出租车司机打交道 不管是这种双条车啊还是突突车啊还是曼谷的那种正规的那种那种出租车 你知道这个外籍游客对曼谷的出租车诟病最多的是什么吗 真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因为咱好久没打车了 不打表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是聚载 第三个是上车之后给你加价 比如说我从这打车我要去这个Central World 然后我在这里谈好了 比如说400株把你带过去 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你说 哎呀这边有比较多啊 然后又最近油价又高啊 跟你抱怨一通 然后说涨到590 所以说大家如果到泰国来旅游的话 特别是在曼谷啊 因为曼谷呢 这个出租车相对来说是非常集中啊 可以说是 嗯 泰国有不能说一半吧 反正百分之三四十的出租车是在曼谷 这点是肯定没问题了 大家尽量的到这儿来的话 尽量使用这个打车软件 打车软件的话 第一个你比较好维权 第二个呢就是价格比较透明 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说打车软件啊 我们还是说这个泰国出租车协会 向游客发出的这六个倡议 首先第一个游客打车时要站在道路的正确预测 这样会有效避免拒载 其实一开始我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啊 后来呢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说啊 当你想去的目的地跟他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情况下 这样他就需要调头 那么在曼谷呢 这么堵车他们就不愿意去调头 很麻烦嘛 然后他就会直接开走 有一些这个乘客呢就会投诉 说他拒载 所以说呢他要求乘客呢 要站在这个正确的一侧 这一点我们先算是可以理解吧 是吧 你本着你上车也方便 对吧 这个司机也方便 两边都方便的这个原则 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啊 这一点要求并不能算是过分 对吧 但是你 过分嘛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当作你拒载的理由 对不对 对对 你无论任何理由你都不可以拒载 这是一定的 因为你的相关法律上规定了 对吧 但是我们就算给他折中嘛 说他这个要求不过分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求啊 第二个要求是上车前要主动礼貌的进行询问 避免误会 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意思就是你在上车之前先要跟司机说啊 我想去哪个地方 然后我有几个行列都要给司机看清楚 询问好价格 就双方双方在这个算是一个交易之前吧 要达成一个约定 君子协定 说是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误会 其实如果司机想黑你的话 跟你说好了 然后路上变了之后你也没有办法 对吧 所以说这一条感觉意义也不大 第三条就比较过分了 第三条呢是不要忘记给小费 这一点啊 这是应径要求吗 对这是他们协会发出的倡议啊 就让所有的乘客不要忘记给小费 因为我们不是从这种给小费的这种文化的国度 生长起来的 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呢 就很少接触到给小费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就怎么说呢 很少会主动的去给小费 没有这种习惯 也没有这个意识啊 欧美人可能是他们就是这种小费文化嘛 对 不管干点什么都是给小费 而且他那边有好多人 比如说送外卖的啊 还有一些快递员啊 他们就可能就靠小费才是他主要的收入 而不是工资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点真的是不习惯 不习惯 那他提出的这个要求要 必须要这个作为乘客来说要执行吗 有执行的这种意义 不是他没有强迫性 没有强迫性 他只是发出一账一个倡议 你不给他也没有问题 而且为什么一开始推荐大家用打车软件 就是可以规避这个这一块 打车软件啊 好多都可以在这个手机上支付 我付好了这个钱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小费不小费这个说法 当然你要愿意给无所谓 那么一定要保证这么一点 就是游客他乘坐出租车 不给小费的权利 这也是自由 对吧 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条文上说 我要对一定要支付小费这一点 但是你服务好 我给你小费 那这是一种相互的一种换取 但是目前曼谷出租车司机的这个 整体的水平 我们不说个别的情况 我们说整体的水平 我感觉拿小费的话 有点牵强 有点牵强 当然也有好的 有捡了东西给他送回去的 也有捡到钱包 然后乌龟远煮的 有很多 而且也有免费的拉这种病人去医院的 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整体而言 做好事的有 然后被投诉的也有 而且被投诉的呢 这个数量远远要比做好事的要多 所以这样就拉低了他们的整体水平 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第四点就有点更过分了 协会要求 尽量不要向司机提出额外要求 比如说开空调 你可以想象吗 在泰国这么热的天 你让这个司机开空调是一种过分的要求 在泰国 你不是在其他国家 这可能就会是刚才他所说的第二点 就是你上车之前先要跟他交流沟通一下 你就要问一问 你车上有没有空调啊 你空调凉不凉啊 下次一定要告诉司机开空调 这点绝对是过分的 这点要求 对吧 这是你的基础服务啊 你在泰国不开空调 那那那乘客不定热死 这种情况啊 我感觉是非常个别的 我觉得也是 应该是不会这样做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点倡议啊 不要打扰司机驾驶 比如说大声的打电话 这一点要求显然也是有点过分 隔壁的车摁喇叭会不会影响他呢 对不对 我们并不是说在这抬杠 而只是说这个协会啊 他们作为纯出租车司机的角度 来考虑这种建议啊 他当时这个倡议里边还提到了啊 比如说你给司机要这个充电线 然后你给司机要水 或者是你让他载你到最近的便利店 需要买东西去ATM机去提款 这都属于过分的要求 而且让乘客尽量避免提出这种要求 这也过分吗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过分啊 比如说你真的是没有水了 你想去买瓶水 再三位停一下 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而且他等待的时候是要支付费用的 并不是说让你免费在这里等 对吧 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司机看来他们就会比较烦 所以说他这个倡议发出来之后才会被骂嘛 我们再来看第六个啊 第六个是在偏远地区或者是高峰期尽量使用打车软件 这一点呢也是他建议你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比如说司机出租车司机很难到达的地方 你不能抱怨说这个地方没有出租车 那么你用这个打车软件来解决你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一些游客就会抱怨 哪个地方连出租都没有 是吧 然后高峰期的时候哪个地方 然后出租车都不去 因为出租车司机他知道这个城市里边高峰期哪些地方会非常多 他们就会避开那些道路 那么他避开这道路就会造成在这一块区域打车的人打不上车 是吧 那么他们就建议使用打车软件 这个可以理解 对第六条是可以 而且我建议啊 这个第六条就直接可以把前面的几条全部覆盖 对啊 就是泰国出租车协会倡议乘客们使用打车软件 就OK了 我觉得就非常完美了 出租车协会被骂完这一次之后啊 没有改 他又向这个出租车司机发出了一个倡议 他倡议是什么呢 就是曼谷的出租车司机讲标准的泰语 尽量的少说伊桑的语言 伊桑是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一个一个 应该是北部的一个称呼啊 就是东北人啊 或者是北部 在首都尽量不要讲方言 就像我们那儿讲普通话一样 对啊 就像我们那儿一样 那么你在北京如果开出租车的话 你就不能说 大哥刚哪儿去啊 就不能说东北话 那我感觉这也是有点欺负人 对不对 有一点这种地区上的区域上的这种差异 或者说是类似于歧视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吧 就是你更好 用你的语言更好地去服务吗 因为泰国没有经历这个 像我们国内那种普通话推广的过程 没有 就像我们说家乡话一样 因为我是山东济南的嘛 那么我们如果要像这个 说这个济南话 那么就不能做出租 没有 我感觉至少我们那 像我们那儿出租车都说济南话 没有普通话 大部分也没有普通话 他这是建议首都嘛 首都的司机不要说北方话 但是他为什么不说南方呢 泰国北方南方都有方言呢 我觉得他这个倡议 是不是就像在YouTube上学泰语 然后有一些老师说 你要是想学好泰语呢 你要学曼谷音 曼谷音 对 可能就像我们那儿的普通话一样 就比较标准 还有曼谷音 对 我们听说过 教我们泰语老师是华新本地人 他就是华新音 那你能听出他们的差距来吗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就比如说曼谷人说话和华新人说话 听不出来 实际上是有一点差距的 但是我感觉是有差距 我感觉你要对泰语了解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才能分辨出这种 它地方的这种地方的这种相应来 你没到那个水平的话 就像我现在这个水平 我根本就听不出来 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他什么方言 好吧 总之这个规定也是受到了曼谷出租车司机的一个强烈的反对 因为有好多外辅的 比如说就是泰国东北部或者北部的人 那么他就是去曼谷开出租车 因为曼谷游客多嘛 好赚钱啊 他就去开车的话 他很难改掉这个相应 那么改不掉这个相应的话 现在又说又提倡大家讲标准的泰语 他可能本身就不会 他又没有接受过那种统一的教育 对他们来说就会有些难度 所以他们现在对这个倡议也是反感 非常抵制啊 你看啊 这个出租车协会 第一次发倡议 给乘客提意见 对吧 然后被乘客骂 第二次发倡议 给司机提意见 被司机骂 其实他们真的应该好好的要自我反省一下 这个行业内部有哪些问题 是吧 首先把自己内部的问题解决掉 然后再去跟外界提这种倡议 那乘客和出租车司机可以给他们提倡议吗 对 我们可以代表乘客和司机给这个协会提个倡议 以后少其倡议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下期再见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savadi 拜拜 savadi ka